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 不好意思 我感冒所以沒什麼聲 這樣大家忍耐一下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人渣文本的周韋航 周老師 大家好 好 另外這個恭喜 新科的立法委員當選人 小燈泡的媽媽王婉鈺 王委員 大家好 我是王婉鈺 委員好 你好 鄭大哥不用這麼說 叫名字就可以了 我哪敢 沒有沒有沒有 直接名字就可以 OK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公民老師 黃毅中 黃老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媒體工作者 陳敏鳳 大家好 非常歡迎 那等一下我們還有立法委員 當選人陳柏惟也會來 這個今年的選舉結束了 那今年的選舉應該是 我講有大爆能門的感覺 我先請教一下義中 開票你有看嗎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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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乎你的意外嗎 我差不多四點五點就覺得事情不對勁 不對勁 怎麼會輸那麼多 就不可思議啊 因為選前我為了去探知 韓粉的情緒 雖然民調上我知道他會輸 但是我沒有認為他會叫民調輸這麼多 我們現在說民調很準的 民調差不多輸20% 但是我沒有認為會輸這麼多 所以你是陳輝文一樣的心情 不不不 我叫他記錄不三天 記錄 記錄不三天 他記錄太多了 我沒辦法 我是去探知韓粉 那個開到大招式 那個拜師那天 我去那裡有兩三點鐘 我在那裡走來走去順來順去 去了解說到底是不是說 草原國旅說的說民調 叫民調就有痔瘡嘛 我得民心得天下 我想要瞭解天下怎麼得 我就去那裡走 他在韓粉怎麼用自發性 你帶著痔瘡去看 後來我想說好 但是但是我想說 所以我認為說不輸這麼多 但是那時候四年沒開始看開票 我說怎麼一路這樣輸得這樣 輸得不要說賺口 就是說輸得不可思議 你本來估計差不多差幾票 我估計差不多一百萬票以來 一百跟兩二六五是有差距 包括很多政論民主 我聽過最多 五百五萬 我聽過最多 真的嗎 對 底下有沈復雄那種狗話 沈復雄是完全按照數字去算 他說三百萬 但是他是完全 我記得 民奉是孤二兩百萬 我講實在話 你怎麼不聽 你是聽誰人的 我是孤二六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繼續 總之就是我怕到 但是其實隱約的 我跟我們說實在 因為我回去投票 我拜五 拜六都很多車來回 我隱約就有覺得事情有點 雖然我禮拜四去韓粉的場子 但是禮拜五六 我看那個車車那些人潮 年輕人都出來 隱約就覺得說 可能還會再拉一些 但是沒有想到說差這麼多 就是說投票率 我們上面的投票率只有六十六趴 這次穿到七十四趴 那幾個大部分 很多都是年輕人 你知道是年輕人啊 所以選前一張照片 我剛剛影響很大 什麼照片呢 他們只傳一張照片 就吹到票 他們就傳了一張韓國瑜的照片 未來四年 你還想要看到這一張臉嗎 這個影響那麼大 嚇一跳 因為他禮拜四 改造大招式非常成功 那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吹起了 所謂的年輕人 本來他們也不是 能這麼打算去投票 他們本來想說 民調上小英兩人 想說就沒辦法投票 但是看來拜祉 改造大招式 還看來他們 雖然不斷的流傳 會怕 像這樣 如果這個人真的沒辦法投票 蔣東在線 真的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 種種的吹票效 所以當然我們事後諸葛 有人說 凱盜大招式 他們韓粉的那一場 凱盜大招式 反而也吹出了英粉的人 但你不能這樣講 應該是說英粉的知識 本來就比較多 好 第一個是說 比你想像中差距還大很多 大很多 所以嚇到了 嚇到了 還有什麼事讓你嚇到了 還有什麼事嚇到 就是包括立委也把我嚇到了 那些立委的戴衰 你知道嗎 叫韓國瑜戴衰 就是原本 像像柏惟的場子 你說柏惟 連柏惟自己都不可能相信 他會贏 他相信 其他身邊的人都不相信 你只剩下陳柏惟 你吵什麼 很多這種 你就不可思議 就像李永平 汐止那一區 招待一招的 都說 你怎麼可能 我本來就真的外出 這就是說很多立委 也去戴衰 因為你知道 原本可能 選區就是膠著 他們本來說選前有十幾個地方 是膠著去 五五站去 十幾個嘛 每天都膠著 但是當年輕票都回到他 他怕 看來韓國那種民意 怕到他要回去投票 這些年輕人平常也住外地 我相信他也不知道 區域立委誰是誰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那邊有誰可以投 但是他知道一件事 我不能投給國民黨 我一定要投給另外一邊 所以那一票是投下去 這個情況很像當年 二零一四年那個太陽花那時候 很多年輕人回去投票 他也不知道誰是誰 反正就是看到藍色的就不投了 所以這一次同理可證 所以你看郭敏東這次劉委 也有韓國瑜代碎 意中的意思是說 柯智恩 顏觀衡 沈志偉 陳學生令 因有投再有左 你們就去找韓國瑜算帳 就不是你們不夠努力 但是你們被這個寒流 現在被亂流 整個去掃起來 這麻糟 那明鳳有開票 你有看開票嗎 有啊 有啊 心情如何 心情還算蠻平靜的啊 因為本來就覺得那麼就會那麼多啦 我就想說那一堆之前還在跟我講什麼 一百之內的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現在講話給他聽嗎 對啊 然後一堆人 好緊張喔 一直在傳說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我真的覺得韓國瑜是怎麼一回事啊 民調好好的科學根據不做 然後每天都蓋什麼牌 他蓋得了嗎 我就覺得很好笑啊 然後那個當然有幾席地委 把我嚇到 就是那個3Q哥跟賴屏宇 我就想說完了 到底是馬祖顯靈呢 還是不顯靈 那怎麼會要眼關很會掉呢 那個聽海的聲音 不是也還唱得蠻好聽的嗎 所以我覺得 我就有幾席就嚇到了 然後 其實開票過程裡面 有幾席是很焦灼很拉鋸 就是賴品羽啊 然後陳國偉啊 還有那個高嘉瑜 張嘉俊啊 還有那個林常佐那個 也是拉鋸的很厲害 很嚴重 然後對啊 然後就是差不多這幾席啊 那我就說啊 好啦 地方派系全完蛋了 我就覺得 韓國瑜真是個毒草 毒死了 那個你看張嘉班也完蛋了 張嘉俊跟那個 嚴寬寬都是第一個 跳出來支持 韓國瑜的地方派系啊 結果地方派系 根本沒有用 這是全部被消滅 你們怎麼可以一直怪韓國瑜 有一個地方派系是活下來的 國王的領域 因為他不是派系 他是國王 國王跟派系不一樣 沒有 有一個派系活下來 彰化了謝典林家族 可是他離韓國瑜很遠 所以很安全 對 他一開始有站在一起 但是後來就離得比較遠 對 後來就是這個選舉的起勢 就是離韓國瑜越遠越好 對 有一句什麼是成語叫 後面叫保持距離 以處安全 保持距離 交通規則 交通規則 對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那周老師你有沒有看開票 有有有 其實這個過程 這個比例 先講比例 最後得票比例 票數差距很大 可是因為投出來很多 但是二十趴左右的差距 其實跟我們事前知道的民調 是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並不訝異 只是大家沒有想到 會有這麼多人出來投 就是投票率升到七成五左右 是我們事前都想不到 我們事前還在想說 會不會六成五太冷 可是就是因為那個 1月9號韓國瑜的凱道 那個廠子一擺出來 他們是一百 說一百萬 對 但是應該是精神參與 但是至少 至少二三十 二十萬 我覺得二十萬是比較科學 可是擺出來就是有那個氣勢 有一個是我 你要不要把我扣掉 你還是到場 對啊 人頭用那個科學去算 有算到你的頭 好 那精神參與 精神參與的那麼多 就引起了 比如說英粉的這種危機意識 好像是不是 真的韓本復活了 這第一點 那當然就選舉 最後面開出來的結果 韓國瑜的這個造勢真的有用 他把這個國民黨傳統支持者 韓粉 甚至連可能轉去投宋淑儀的 都轉回來了 所以宋淑儀也比我們看到的民調 再掉了一點 十十萬 不然應該計較我看有一百萬 應該 我們事前預估說 宋淑儀的底部大概是五十萬 那他如果沒有氣保 可以上到一百萬 但那實際上是六十萬 就表示 還是有氣保 還是有氣保出現 但是重點是 對 就是重點就是 韓國瑜的票有吹出來 本來大家還想說 朱立倫那三百八十一萬 這個國民黨的底部 韓國瑜會被灌破 那開出來有意外嗎 就是韓國瑜的票不意外 就蔡英文的票是很意外 哪會啊 韓國瑜票也太多了吧 就是我們總是 不能講廖提從寬 就是要給他一種彈性的空間 所以原本無預估 一月九號的造勢出來 民調裡面聽到是說 韓國瑜至少四百五十萬 那我個人是覺得大概五百萬 那最後開到五百五十萬多 其實又再多一點 表示說藍軍的基本盤 其實都出來了 那時候是有估計 韓國瑜會拿五百五十二 有沒有人因此跑路 比較重要 有沒有人因此跑路比較重要 因為我有聽到 太準的因此跑路 好 你想要十天以前跟我們講 以前要這樣 想要十天以前 你就是都沒看我 你看你就知道 那比較讓人驚訝 是我們原本預估 蔡英文的頭部 大概頂部 大概七百二十萬左右 因為過往年輕 黨大六八九 是史上最多 再加上年輕人的手頭租什麼 差不多到七百出頭一點 那一口氣跑到八百一十七萬 那打破過去的格局 就是顯然有很多 可能原來是舊有的 比如說十年前投藍的 他現在也轉過去 這就是這一次講 大家其實看的重點都是說 年輕人反鄉投票 可是年輕人數量沒有那麼多到六百 兩百六十八 兩百六十五萬 沒有多到這種程度 其實是每個世代年齡層都翻 那我們再看這個選前大概比較長期的時候 有一些大家做追蹤民調 其實發現六十歲以上 蔡英文的支持度也是明顯高出 一大截 所以真正支持韓國瑜 反而是在中間四十歲到六十歲之間 比較高一點 但是也還是輸 所以這次選舉有人一直營造說 好像年輕人跟阿公阿嬤的 對立其實不是 阿公阿嬤的判斷力也還滿精準的 阿公阿公阿嬤都叫阿嬤 老頂叫老家 阿爸叫阿嬤 再來呢 牽手去倒票 現在就來倒票 所以其實他的整體投票率都是 整個提升 並不是只有年輕人高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投票率真的是高到離譜 一零年是七十一點七 再來一二年七十四點三八 再來一二年有立委選舉 還有一個總統大選 一二年立委七十四點七二 過來都六十幾 六七六六六六六 這個二零二零的總統大選舉 七十四點九 立委選舉竟然到七十五點一三 這實在是歷來可以說是最高的 臺灣人這個時候 這個出來投票這麼多人 也代表心裡有一個怕憲 有一個怕憲 怕失去送 所以一定要出來投票 保護送 那等一下再來請教王委員 你有沒有看開票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我們另外邀請到的是立法委員當選人 陳柏惟 陳委員 陳委員好 不要這樣 大家歡迎大哥好 有得好 3Q 3Q 媽咧 媽咧 你說怎麼可以叫這個 有得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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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外人有個帽 待會兒我變水轎 不是 我覺得這就是謙卑 就是說他面對權力的時候 他還是用以前的態度 如果是我 我就不一樣了 你給我叫一下 委員好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這個 恭喜柏惟 3Q 這不容易的一場選戰 你們贈多久 五個月 五個月而已 拿下來 八月十何 離開高雄 十六號到台中 贈五個月 不簡單 打敗嚴家 你是要選舉的時候 阿嬤棍受傷嗎 這選擇駁維對抗寒流 這是駁維 把脖子圍起來 暗紅棍 你後面我們正都要圍住嗎 有可能 我覺得這樣很不錯 一個象徵的 你的選你的logo就對了 我覺得不錯 企業識別系統 C... 品牌CIS 對... 你如果夏天要怎樣 沒有啦 這通通 大腳的車也可以在 也可以拿比較高的 暗戶幣 所以我的選區 很多選民用的地方 這樣喔 因為中會在我的選區 大家都在討論 中華是厲害喔 有空會不會 但是... 不然等一下再給他請 好 不然謝謝 謝謝 那婉於這一次也恭喜 謝謝 當選時代力量 你是第三名 不分區 讀好三席 對 沒錯 讀好三席 你那天有看開票嗎 有有有 當然有 你看開票的時候 最關注什麼 其實我覺得 在總統票部分 大家都沒有太大的意外 那但是... 都沒有太大意外嗎 就是都認... 一定認為都是蔡英雄會贏 但是就是你的票數... 中國一直派桌子 什麼都沒有意外 我們... 我們的同溫層啦 因為我們看票一定是 跟同溫層一起看嘛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 支持抗中保台的人 所以其實對蔡英雄會贏 都還蠻有信心的 都會贏那麼多嗎 對 但是看到最後 當然贏很多是超乎 超乎意料之外的 你本來估計贏多少 我沒有特別去估計這個 因為我沒有針對 是那個民調的部分 去做評估 但是我只有看贏和輸這樣子 那其實比較激動的就是 一樣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尤其是國務一開始 自行宣佈當選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很激動 就哇 終於在海線 有機會翻轉顏色這樣子 對啊 一直在想 陳柏惟一定買票買得很嚴重 沒有 他很早就 自行宣佈當選 我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是 不是 超早的 我那時候還在華視路營 然後好像還沒有到 七點自行宣佈當選 這口如果不是開槍 我就買票 你會不會跑太快了 沒有 沒有 這個是這樣 這個整個開票過程 最意外的事情 其實那個時候電話一直在打 我都沒有接 那個習慣會關起來 關起來的時候突然就是 我直接就是 可能比較熟的朋友 看到吳征 我這樣打電話說 恭喜 我說恭喜什麼 他說你已經當選 我說怎麼可能 我還在開 我都不知道 他說全台灣開這個監票系統 最綿密的 顏寬恆已經宣佈敗選了 所以是他先宣佈敗 不是我先宣佈勝 是喔 對 這個我證明 因為我那天 負責電台的開票主持 我沒看他 大家都會自行宣佈當選 顏寬恆是自行宣佈敗選了 對 他是他選的 是啊 所以不是我本來沒有那麼快宣佈 真的喔 變成大家都在催 我就一直看陳柏惟說這個腿 人家的對手宣佈敗選 為什麼他不宣佈勝選 是這樣 對喔 你是吳宗跟你說的喔 對 唉唷 你看看自己在開票的過程裡面 心情有沒有很激盪 小票宣佈在開票的時候打招牌 我就太有機會了 嗯 因為大票宣佈 兄弟到早期 或是網路使用者 年輕人觀眾 大票宣佈的時候 有可能會贏了 小票宣佈如果打招牌 應該就有機會了 對 所以自一開始我 小票宣佈算比較增加嗎 對 人數比較少的地方 對 兄弟比較增加啦 都一直蓋起來 我五區都贏了 五區都贏了 所以在開票的過程都穩定 沒有那個兵來兵去的感覺 嗯嗯嗯 柏惟我給他問 他在 他在參選的時候 宣佈參選的時候 是 我給他告訴他 告訴他 告訴他媽媽 告訴他 媽媽就 覺得他選舉是危險的 對啊 那一區大家覺得很危險 那一區跟新店區是有同樣效果 黃映大哥很討厭 大家都要把我用我靠 嗯 說到爸爸靠的 不是說到媽媽 為什麼 那爸爸的 爸爸的個性 其實爸爸的國民黨本土派的個性 保守 威權 要聽我的 那時候要來參選說 不然你就選總統 不然你要不要選 就是要選擇都要選擇 最大部的那種感覺 但是最好 他不會看到我參選就二區了 對啊 所以那時候想到這件事情 我今天不好 我才不會上你的檔 我有幫你幫忙嗎 有 很幫忙 你也就把我們收拾收拾 你給我泡泡 你選擇之後 有去跟爸爸報告嗎 還有沒有時間到去 這兩天在軍中寫票 因為我們不是說 譬如說 捏頭人出來選擇的 所以你必須要先到民眾來接觸 我的選擇還有我 我可以打10點前才 我能夠寫一圈 這年大 對啊 所以我就這兩天先台中寫票 寫票之後代表台灣基進去高雄寫票 因為台灣基進去高雄寫票 你這個贏 雖然你還沒跟爸爸說 爸爸如果知道 你覺得爸爸會歡喜程度 有什麼樣的 他一定會看起來沒標準 怎麼說 但事態也很爽 這就是我對他的任務是這樣 好啦 選就好 可能是這樣 回去我們今天做維吻 一定都這個生的 傳統的爸爸都這樣子 不喜歡過度誇獎小孩 爸爸生的 這樣有念真理爸的一樣 有可能是 念真理他全班第一名 好像也對比那時候 對像縣長講什麼 他們爸去買這支派克港幣 放在臉書頭 大家那時候都覺得 老爸那支是要給我 老爸都說沒有啦 沒有你們 這樣啦 後來再跟文念真叫來說 來 這支給你 也不告訴他第一名 我跟你說 用派的我卡就告訴你 對啦 這支派 這樣 你知道人家出兵都來跟黑路 你兒竟然有夠 好夭壽 全校第一名 全校都沒有人 是不是你們伴是不是這種 應該是啦 我感覺會這樣 不敢把孩子黑路 很傳統的台灣武器 是 媽媽呢 媽媽 媽媽她就說 她算名字有算在 她會怕暗暗 所以說 她是哪一間 我知道啦 但是她出議員的時候 就開始 我跟妳說我怕暗暗 議員不掉 現在選理委員 我們算出來 我會怕暗暗 暗暗 晚年的運 晚運啦 晚年走運 你這個叫晚運嗎 她啦 媽媽啦 媽媽啦 晚運啦 對 可能媽媽還要嫁吧 應該不是啦 不好意思 沒有啦 沒關係啦 她有自由高 我們女朋友的管理 也許啊 中大樂鬥也是晚運啦 是啦 對不對 這個恭喜 柏惟的爸爸跟媽媽 謝謝 交出了一個戰將兒子 這是很不容易 等一下再繼續請看 好 那晚運 你那天看到總統的票 是你很關心的 你還關心哪一個 關心剛剛講的 一些新科的立威 當選 對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湖區 其實也是 有藍綠反轉的現象嘛 所以其實有在關心 自己的區域 內湖是 對 內湖區高嘉瑜 高嘉瑜 李燕修兵高嘉瑜 好 你都不關心你自己 自己的 因為政黨票開到最後 而且就是知道 不會那麼快有結果啦 所以我自己投完票 其實心情還滿平和 就終於有可以休息一天 什麼意思 因為之前一直達到前一天 晚上的十點多 我們其實還在截投 就十點結束之後 才回到家裡 然後覺得 當天投票之後 其實記者又問說 心情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心情很平靜 因為要等到晚上 開票完才會知道 因為政黨票的計算 其實是相對比較複雜的 可是我就是很平靜 我自己沒有 當然會關心 但是沒有太大的情緒上的激動 一直到確定當選之後 才覺得好 責任來了 就要更努力再往前 我是很討厭 我好像只看到東森 有那個政黨票的設計 這個時候預估 民進黨會即席 國民黨會即席 得票率多少 好像只有東森有這個設計 其實前面大概都是在區域立 武漢總統票的部分 所以其實不太可能到政黨票 可是我很關心你們 謝謝 非常感謝 那你有估計說你們會過關嗎 你會當立委嗎 那時候就是屬在邊緣 就是武漢國昌其實都有點邊緣 就如果選得好 其實就會往兩個可能都有機會往前 如果選不好 這兩個可能都會都會落敗 就大概武漢國昌 就是大概三四名 五趴我們是蠻有把握的 但是之後第三期 第四期其實一直都不太確定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都很 戰戰兢兢的走 不會啦 之後我之前兩天遇到他 他就說三席了啦 因為我們有時代力量 內部的民調大概就是七趴多 認為應該是滿有機會 七趴多就是兩席一定有 三席就比尾數 那真的四席也是比尾數 那這次大家也看到比尾數 比出來是民眾黨的蔡壁如尾上 所以就是沒辦法 那黃國昌現在是現任立委 接下來他就平民了 你是本來平民 現在你就當立委立委也是平民 不一樣那個權力很大 國會議員 你有沒有看看黃國昌的神情 我們還是 他本來決定要有人身規劃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繼續祝福他 因為他當初那時候沒有選區 其實他就有一些他自己的規劃 他規劃是什麼 他其實有好多個選擇 那當然我還不是要確定說 他自己明確是什麼 比如說他有想要開事務所 然後他其實也還是會 開律師事務所 然後也會繼續在我們黨部 黨的部分他其實還是會持續的參與和協助 所以他其實都還是有在他自己想法之內去安排 那也想說可能先休息一下 比方只有靠他一個人在立法院裡面站 可能也是不錯的選擇 會繼續從政嗎 未來應該還是會繼續 因為他畢竟就是很關心政治的人 但目前沒有明確的規劃和安排 會選市長嗎 不確定 就是我們還是有希望2022可以繼續佈局 然後我們這次其實在各區都選得還不錯 都有突破大概8%甚至有到11%的狂兌 所以我們應該會在2022年大力的佈局 台灣的各政治權 包括地方議員或是首長的部分 時代力量應該都不會缺席 現在就民眾黨時代力量會 2022接下來就地方選舉 那因為這一次的選舉 小燈泡的媽媽婉育 接受到非常沒有人性的恐嚇 等一下再來談談你的心情好不好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婉育當選了 有慶祝一下嗎 其實其實沒有認真慶祝 有啦 有就跟 回到家庭陪小孩一下 因為前陣子真的是很忙 沒有時間陪小孩 所以大概選完之後 有好好地陪小孩 陪小孩是個不認真的慶祝 就是沒有特別大事做什麼活動去慶祝 就是回歸到家庭先陪小孩一下 然後當然就是留在餐廳吃個飯這樣 留在餐廳吃個飯 老公的反應是什麼 老公 我們其實我們真的很平靜地面對選舉的結果 就是選上我們真的是全力繼續努力這樣子 沒有選上其實就回歸到原本 也是很喜歡的工作 所以我們倒沒有特別的情緒上的激動 或是特別的覺得 應該要怎麼樣當事慶祝 我覺得你的生活還有你的講話 好像我們去餐廳點燙青菜 對 就是比較平時不是那種 會討笑的那一種 連醬油都沒加 就是這樣 我們生活就是很穩定的一直在往前 一般臺灣的中產階級的家庭 所以他這次就是媽媽牌 很多媽媽投媽媽 就是說因為婉育跟我們一樣 就是一個正常的一般的那種家庭 不是說很特殊或是說很特別 所以這種有時候投票是這樣 跟我一樣 所以我投他一票 很多媽媽就這樣子的感覺 庶民不像有人是麻辣火鍋這樣 他吃扇托火鍋 人家都吃扇托火鍋 加一堆很多料 我們做節目 其實希望大家都吃麻辣火鍋 真的 吃到會穿去趙北壽 那請教你 你的子女多大 小孩嗎 兩個剛滿六歲 然後姐姐十一歲 快十二歲 他們知道你當選立委嗎 知道知道 因為我們一起看開票 他們知道立委是什麼嗎 知道知道 大致上知道 當然實際的工作和內容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但大概知道就是 跟制定法律相關 或是監督政府相關 這些其實都知道 他們怎麼會知道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談 因為大概在2016年那一次選舉 其實他們就會看得到 我覺得這是生活中的事情 因為宣傳車在街上一直跑 布條一直掛 其實小孩都會問說 為什麼會掛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些車子 其實我們就會一次一次 他們每問一次 我們就會跟他講 什麼是政治 然後選舉是什麼 這些工作是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來選 其實我們就一次一次跟他們 六歲你就這樣跟他講 會會會 我們就是一直都是小孩 又是我們都跟媽媽要躺 也會也會也會 也有也有都有 那你面對有人恐嚇你說 還有兩個可以砍 小燈泡的媽媽婉育 她有三個小孩 當然小燈泡就很不幸了 那還有兩個 她就用這樣 總共四個 總共四位 一個比較大 她怎麼說還有兩個 可能只比較小 我不知道 我要可能問對方 一個比較大 姐姐比較大 但是那種講法實在 能選到 讓人神共憤 當你看到的時候 你是怎麼看到 其實大概從那一天當選晚上 其實我的臉 我的粉專或是私訊 其實就一直不停的進來 就是大家會把截圖丟給我們 然後說其實這種要小心 主要還是提醒說 我們要注意安全 因為真的會怕 我覺得因為畢竟小孩還消息 我們又理解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真的會害怕 老公的反應是什麼 老公其實也是覺得很害怕 然後他就覺得說應該要 他比較激動 他就是他決定要提告到底 然後應該要去處理這些東西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跟 在第一時間 我們其實沒有走提告這條路 因為覺得我們很相信 因為其實一直到 因為夏苗栗他是深南選區 所以其實到開票 投票當天 其實還是很多人都會堅信 韓國瑜會 會還是會有選贏的機會 對所以我覺得 我還蠻能夠理解說 那個從本來要歡慶的狀態 一下跌到谷底 所以輸了這麼多 其實票數真的悬殊很多 的情況下 我覺得那個心理的反應 難免就會比較激動 所以我們原本還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理解說 對方其實有可能是 因為情緒激動 但是就在安全的立場上 我們最後跟律師討論之後 我們還是去備案 和他們提告 備案跟提告 那我有看到 你備案跟提告之後 羅志強議員 有帶著那個婦人 六十幾歲的婦人 他來跟你道歉 他應該說 他透過媒體道歉 透過媒體道歉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直接的 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管道士 直接接觸到 對羅志強先生 或是那位婦人 那如果他當面跟你道歉 你會接受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理解就是 還是一樣就是 我們理解這件事情 就是他真的可能是 因為情緒的激動 而去造成這樣子的恐嚇 非常不當 或甚至違法的言論 那是因為我們的 這是公訴罪 所以這後續的處理 還是會現代 這是公訴罪啊 是公訴罪 恐嚇罪是公訴罪 危害人身安全之類的 還是對是公訴罪 所以你不用告 其實檢察官看到 也就直接舉發了 我們要先備案 我覺得主要是 在那邊保護的 我們也希望能夠保護我們自己 就是至少知道 是什麼樣的狀況 先去做調查這樣子 是 李鳳你怎麼看待人 為什麼能學到這種地步 我覺得那都是 那我覺得那種選舉上面 那個氛圍跟情緒 我覺得那是一時的啦 我覺得不會發生啦 不大可能啦 我覺得很多人 可是不大可能 我覺得情緒的文字 也應該有一個限度 對 哎呦 這是選舉裡頭 文字哪有限度啊 很恐怖耶 這是文字那個 那個韓粉的文字 嚇死人啊 很多人都覺得 被恐嚇到啦 然後所以說 然後即使 即使選舉完了 他們會是傳一些 有的沒有的 包括啊 你會不會算算數啊 這個東西怎麼樣怎麼樣 你會不會算算數 我覺得這個還好啊 如果那裡面內容 就是告訴你說 你好像是做票啦 好好好 那你沒事要 沒事要做 沒事傳說要幹嘛 就覺得很 就已經輸了 大家都已經停止了 可是還是有很多 什麼好啦 你們贏了啊 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一副那種很 不服輸的樣子啊 那當然 小鐘胖的媽媽是 這我覺得啦 做一個媽媽是很恐怖的 當然 因為那種過去的夢 也會重新再回來 我覺得 這個東西 不能夠情形放過 不能說 就是說有 不容許 我覺得絕對不容許 對 有一些人 也許表面上跟你道歉歉 可是他會繼續做這種事 雖然他也許不會付諸行動 但是他會繼續恐嚇你 就是有人就是這樣子 很多這次 不是王瑞德什麼 都抓一堆人 黃光琴都是這樣子嗎 他們說第一次求原諒 第二次呢 還是繼續做 所以這些人還是要去 去辦的 去法辦的啦 我覺得 藝中你怎麼看 我第一次看到 完遇那個媽媽不知 就那個六十歲老 我是對我內心很震撼 他那時候看那個新聞 我當然覺得很嚇 可是後來看他那個 出來道歉以後 我第一時間的反應 是我問報公 如果我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原諒他 我是這樣講啦 我就說 因為他就不是 羅斯強帶著他出來道歉 我第一時間 我就是這樣跟我 太太murrmurr一下 我說哪需要 我說我畢竟 想說 我老婆只問我一句話 他說 他說如果那個人是我的 被威脅的人是我的 我畢竟 我說那我絕對不原諒 而且我還會加碼 奉送 就是 這就是一個情緒 就是說 因為那不是我 所以我就覺得 要感同身受 對對對 因為第一時間我覺得不是我 我想那我可能就 輕輕放下 但是當我老婆說 今天如果被威脅的是他 或他的家人 我就會畢竟 我說我不耽誤 我還會加碼 我再扁他一頓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被抓 你不要扁他 沒關係 我為了自己的家人 我被抓我就甘願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可能那種 剛好這一次的這個 晚運這件事情 也可以就是 可不可以釐清我們 整個網路的秩序 就是說這個國家 還是有法律的 不是可以讓你 隨隨便便去做這種 侮辱人的事情 你可以說 什麼 可能要重新唸票 你可以質疑 拜託 你說他還有兩個小孩 可以砍 我實在是完全 越超越人性的 那個界線 我覺得這包括說 其實我們之前 一直在倡議 就是在媒體自律的部分 或者說大家在發言的部分 我們很捍衛台灣的言論自由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言論自由 真的要有一個底線 這些其實是已經犯 也可能違反 違反法律的部分 他真的應該要對自己的行為 做負責任 我跟你講 法律是人性的最低 最低的標準 光靠法律是不夠的 我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有太多可以爭議 這個 而且這個沒有犯 這個法 就是說這個人 已經超越人性的部分 這能學到 讓我覺得覺得法子 那有人講說 你出來選立委 當選立委 是利用小燈泡 你自己心裡面 會不會負擔很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看 就是我覺得 確實我們是因為 小燈泡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才考慮過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我其實 從來就不會是一個 真心要 沒有把政治這件事情 放在我們的人生規劃當中 那確實是因為他 然後很多事情 然後我們相處到 然後或是接觸到 整個政治 或整個台灣的生態之後 我們覺得應該要 去做一些改變 那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們當然就很願意去把握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利用 或是消費的定義 要定義在什麼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確實是因為他 因為我們有這個 這件事情的發生之後 才改變我整個 對政治的態度 我覺得確實是這樣子的錯誤 我相信 婉玉他不會說 我女兒 我利用我的小孩被殺 然後我想要 因此進入政治 這個權利 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如果把它 積極的轉向看是 小燈泡的犧牲 因此他可以來幫助 社會什麼 這個事情才就 讓小燈泡的生命 變得更有意義 我覺得可能過去 我們想的就是 自己家的孩子 那我就確實 因為他離開之後 我想的是更多的孩子 或是我們身邊其他人的孩子 能不能過得更好的生活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很大的差別 那其實每個爸媽媽都知道 就是如果是拿你的小孩的命 來換一個立委的位置 我覺得是百分之百 都加上是不會同意 也不會願意這麼去做 是是 好 等一下繼續請教 好 來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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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鞭 3Q 3Q 水鞭 3Q 那個鞭拍一拍 拍不到 你是怎麼拍到的 坦白說我真的沒有很嚴肅 像什麼雙雞的七粒 我認為 以前你知道那裡有很多神話 就是說那裡射鞭是被風起來 外面不是他們人進不去 對 你要聽過嗎 有啦 有這個狀況 還是說我印象一次很親密 在山洞的某一場廟會 辦桌請大家吃東西 我去競酒 對 大家的表情是這樣 索嘉賓 索嘉賓 但是有的會在逃避 但是不敢大 你會覺得奇怪 這不是在逃避的 平安宴 那不是大家很開心 酒喝下去 大家在那裡休 這樣 大家沒有標準 所以有的地方會有那個感覺 但是不是 可以隱約感受到內心的恐懼 對啦 不敢政治標台 這個事情很明顯 那我想這道選裡面一定 應該說團隊很打拚 我們的團隊其實很特別是全國來的 再加上我的團隊裡面 當然民進黨作為友軍 來做個本土牌合作 我團隊裡面沒有一個民進黨 全部都是望路以及到這個在地的 立正的少年朋友衝出來 有那個休學來倒三天的 有那個洗頭路來倒三天的 所以我們這道 就 充分發揮創意 他們把舞台搭折好 我認為可以揮揮他們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舞台上面盡力來表演 所以有一次 我選前兩天安排一個本舍車拜票 我說你安排一百人 坐本舍車那裡看的 那不是說安排一百人 本舍車拜的 意思就是說 這個用網路號召 說單票位要坐本舍車 邀請大家作為六 我說那個區域 對本舍車意思 對本舍車 對本舍車啦 但本舍車也可以 你要走 結果他們就安排一個 要讓很多人來坐本舍車的感覺 我說人要等本舍車 等著就要走 驚喜我跟你說 對啊 你要怎麼安排一百人 結果呢 我們的團隊就真的很大人頭角 他大多有一個日光郡社區 田字型 本舍車就這樣 他就大堆 大堆驚中的道路 在1357暫停 別人擋住 對 他們哪走哪發動算 我就這樣一直走 一直走 所以那場 那場整個社區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 漂亮 漂亮 有當勞金 有當勞金 對 所以這幾個是 創意 我要說我們的團隊 都背對背努力 你有你的專頂 沒有我的專頂 當然我要做割蓄 但是 譬如說做網路的空前的部分 當然要怎麼做 林國中新聞賺產的部分 要打什麼議題 這 大家不一樣專業結合起來 我想這是 因為以前工作的經驗 可以全分給團隊來 發揮自己的作用 一個很重要的 你本來民調跟他炒多少 跟對手 最炒五十六 二十四 蛤 才距離四十幾而已 四十二 那時候很多人不賣我 那時候真的是 主要給我鼓勵 他說 我剛剛搞的三十分之十四 三十分之十四 二十八分之十四 一半 二十八的地名度 二十八的地名度 十四的地名度 十四的地名度 他說他剛剛算佈的時候 他說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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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理工一數年的 社會運動的事 走到一六年參選的時候 他剛剛要算佈參選 也二十八%而已 他說 你有那個 我全國是一個人 你有那個 自己走來這裡 變三十八更比我更高 你應該會有機會 所以他那句話 給我很大的鼓勵 是啊 是啊 是 那聽他說你一台車 五個月 走十萬公里 那太狠了 國營大哥沒有查證 但是差不多有 很多公里 對啦 很多 這樣喔 這表示很大便 七八萬吧 七八萬 你說有人去投票的時候 還穿國旗裝 道理 有穿國旗裝的支持者 他穿國旗裝 但是支持者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選區 就要積極表態 你連保持中立的空間就沒有 你想過他到三天 他現在要你來幫他 這個標台的時候 他就要隨過隊 他連保持中立的空間就沒有 因為求我服務過 有這種選民 對啦 但是這個時候 新來可能不可能 想要回到他 所以早就告訴我 我其實他支持你 人在潮營 心在喊 對啊 對啦 你自己有看開票嗎 有 你看開票的時候 你關心什麼 總統好像很早就有開了 我關心消票檔 因為 你自己的票檔 對 消票檔 消票檔 消票檔如果開了打批 應該就會過了 消數也有可能會過 結果消票檔還贏的時候 我有感覺機會很大 所以 當我開票開始 可能還差兩三百票的時候 如果說外連消票檔 就能贏 應該很有機會 好像關心這件事 你覺得說 你會打牌可以寬恆 嚴家 因為他爸爸是嚴青票 那 他的女兒現在是台中 子女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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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三十歲 他的兒子是現任的立委 對 家族勢力實在非常龐大 你覺得你可以打牌的關鍵是什麼 他沒有的票我都買了 他沒有的票我都買 他有那個人沒有的 一定有 譬如說 服務案件我們兩個完結 你把我服務一定在一起 你可以拿到我這輪的票 但是他這四人都不回答給你 這有一定的比例 再來你把 你怎麼去找出那些 沒有 等到這種的不用找 因為他就是沒有還回答給你了 這次還有兩個 你如果說三個起跳 他可能還在二三四 要競對一個 這兩個 所以 有一定的比例 不跟他們家的回答 不跟他們家的概念 不跟他們家的概念 也不是說他們家 就是百分之百不好 你那個派的 或是說家族政典 最大的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支持你 我根本不會對 你把政典當作建議 在經營 北京企業當然會打 這叫聯合遊戲 那我們的參選的過程 是用福利共生的方式 就是我雖然我百分之百 答應你的條件 但絕對比他好 你一直讓我覺得說 我比他好 我比他好 我人財 口財 身財 都比他好 對 人財 口財 口財 我是覺得OK 人財也不錯 身財也好 錢財輸 所以就是 其實算你的過程 我不是 他不是說他的票 不是我的票 他找他的我找我的 沒想到他很少 但是看誰 可以把票什麼吹出來 你最好想 一天堵到還是 知道他會堵到 兩個太浪 還是沒注意堵到 坦白說 那日期 拜幾個時候 有的都固定 所以拜那個比較大的 有可能最好一個禮拜 大家都會走那 選舉就像賽跑游泳 你做什麼我做什麼 你有想過 他的時候 你就是要這樣浪嗎 其實也不是剛才他 我就覺得 我其實很多選民說 我手我也會浪 我沒有特別想那個外面 上行浪的 我啦 他啦 他純手 我就想說 如果是八滴八滴怎麼做 他就要浪一下 八滴八滴 愛的寶寶 我是真的把當作大哥在選 對啦 我是覺得台灣選舉 是一場民主的競爭 但是他不需要至少醜恨 對啦 待會要進攻 不過先請到美鳳 本來他被看好嗎 不看好嗎 他就已經講炮灰了 大炮灰 對啦 他在我的節目跟他說 我本來就很有信心 這個我屁股 他很差勁 他四個他 胡選 他也沒有 我都懷疑你有認真 你算嗎 怎麼話 四個他把他胡選 你知道嗎 戰將啊 對啊 跟吳英雄一樣 等一下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明鳳為什麼你 你本來不看好陳柏惟 因為那區跟那個羅明財那區是一樣的啊 新店 對啊 而且陳柏惟他也不是台中人 我記得你是高雄人吧 因為我只記得他那些高雄市落選之後 然後分析那個愛河旁邊不能蓋摩天輪 我監督韓國瑜最烈的就是他 對對對 因為他當時人家在韓流很盛的時候 他就要反韓流嘛 所以就弱選啦 弱選又好像差一點來台北主持節目嘛 那就沒有主持成啊 然後那個最後 你要台北主持節目嗎 這個可以說嗎 可以啊 這樣你如果不是主持我 我就OK 我那個時候跟這個 應該是 我幾年 要推薦我去主持節目的幾年 我說我政府政治 不是為了做主持人 很難洗的玩具 因為那個時候 他有說我如果做主持人 盡量不要去做生 或做工 對啦 我說很難洗 你要主持什麼樣的節目 應該也是類政論新聞節目 政論性的 你哪一台 三叉 現在好像沒有這台 你要改名 兩叉 政論性的 各有不同的千秋 對啦 是 那為什麼你不看 因為我台中人嘛 我知道 你知道你是大烏龍嘛對不對 那大烏龍那一區 長期以來都是嚴格勢力 大雅 大杜 大杜 烏日 龍井 對大烏龍 沙鹿還有烏龍 沙鹿對啦 那一區大家就會講說是大烏龍 比較好 比較好記 大烏龍 對 比較好記啊 那一區真的 嚴寬恆那一家 那一家是從 嚴寬恆開始 然後又他的 女兒 然後又到 又到嚴寬恆 那我說實在 嚴寬恆是有 派系政治上面是有進化的 其實台灣的派系政治 像嚴寬恆還有張家俊 他們都有一些進步 就是說他們會把第三代 送去外國念書 還是會外面會 杜一層那個學位 在外面 杜一層學位 對 然後把那個派系的東西 包裝在後面 所以地方派系 已經有進化 就是進化成這樣 那所以 上面有說點頭嗎 點頭 人家是 靠靠的 不然還是鍍金的啊 對不對 然後 嚴寬恆其實在台北 做立法委的時候 有一種有說點頭 一種有說涼皮 對 他就不像他爸爸 有那麼濃厚的那個派系 那個所謂 他比較白一點啊 皮膚比較白一點 然後 比較白一點 然後他在那個 立法院的時候 他其實也 做人也還不錯 然後他有點年輕化 譬如說他會自嘲啊 削波塊啊 就是上次跟陳世凱打的時候 他就自稱自己是削波 他就被人家講削波塊 然後他把削波塊 就拿來取笑自己 然後就是跟朱衍演 弄那個什麼 聽孩的聲音啊 聽孩的故事吧 聽孩的故事吧 就唱得很走音嘛 那你覺得很爆笑 唱的人都不知道 聽的人的感覺 對 所以說袁寬恆 就是說他就本身來講 他已經有在自己 試圖擺脫那種地方派系 黑金的顏色 然後讓自己這個 所以說大家想說 他有略略的空戰 然後有非常堅強的陸戰陸軍 那個陳柏衛隊怎麼樣也只有空軍 不過我說什麼 雖然 人家陸海空 因為就像拼海的聲音 就是陸海空 他只有空軍 要怎麼打過這樣 不過我雖然說 他本來就很有自身 我說不用操練 為什麼你知道 那區如果是好算 民進黨就受傷了 對啊 不打扭到你了 我不是說很有辦法 我不是說 一直都覺得有機會 就是你一直在牆壁在走 你一直有看到出口那個空 只是你那一月十一 之前拼得到 一直都看到那個空這樣 是… 沒有機會 我認為將來就不是沒有機會問題 是怎麼拼 所以這個才是你贏的地方 你就不認為他沒機會 你不用拼兩次 第一次就上來 我補充一點 是… 柏衛這一席有多重要 大家可以回想 1229的那一天 國民黨台中大造勢 大家看到是 哇 韓粉好多 可是政壇看的角度是 哇 中部的地方派系都動出來 那個遊覽車都可以併到三排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有一個解讀 就是原家要透過這一次在中部的動員 一口氣拿下大概10席左右的立委 接下來在選後的國民黨政爭 他就變最大的一席 他有10席 那他領頭當然就是袁寬衡 但是千算萬算 沒想到陳柏惟把袁寬衡打下來 這個布局現在就散了 對 所以接下來現在國民黨就在政政 我們講的時候他們現在正在爭 那當然原家就沒有喊牌的那一張牌在那邊 所以就變大家看到像江啟臣啊 蔣萬安這些就開始說我們退中常委什麼 所以整個國民黨的選後部局就被他當選 一席就打散了 這個是真的是蠻重要的事情 但很多人都還不知道這個後續的影響有多深遠 所以其實這個有時候小小的一席 大家覺得好像就是好像是沒什麼希望 你突然在那邊打開一個小小的洞 其實人家就像那個氣球破一個小洞 那整個就炸掉 就像水庫一樣 一個列風 袁寬衡現在是做老闆還是做阿公 做老闆 阿公 袁寬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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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袁寬衡 做阿公 對啊 你好像沒有跟上進度 沒有跟上 發達程度不夠 不是 因為他們家基因太強每個都長得很像 所以我是搞不清楚誰是 我好像依稀中記得這個彪哥 他如果說起來他現在做阿公 不是新聞嘛 但是我記得他好像是做阿公 他做阿公的意思好像是袁寬衡做阿公 對 袁寬衡要很年輕 對不對 但是你還沒娶 這點你就輸了 還沒說什麼 別說感情生氣 還沒娶 對 你有女朋友還要嗎 有啦 結婚了 但是還沒娶 交一二二十二年 十四年 結婚 這句話結婚都不會人家姊姊 你結婚七八年了呢 喔 結婚八年了 還沒人家 人家賣戴湯 擔任 擔任 我去中國做工作 回來之後 爸爸在擲船 爸爸擲船 然後幾年 對年 然後去台北做工作 來台北做工作 回去高雄之後 又再生意參選 兩年沒工作 兩年沒休息 就有小孩了 有小孩不會 不會啦 但是有穩定工作 現在有穩定工作 沒結婚先有小孩 就是鄭大哥進程都這樣 不是不是 因為現代的年輕人跟真的是不太一樣 很多人已經開始有不結婚 也可以生小孩的觀念 早來當然有些人會不小心 因為我最近也要參加一個分類 那孩子已經結婚了 那因為現在老實說要結婚很簡單 定期就OK 對啦 對啊 怎麼要定期 這個某個定期就OK 沒定期也沒差的感覺 對啊 大家關心呢 蔡英雄 我到現在是 射票還不射到我們努力的 對啊 低調 低調 你選機的說話都不會跳槍 說到這裡爪掉 這兩個人的事情 這要跟他講 這我說我個人 我是很... 他要假日嗎 應該啦 他就有代言 可以說對上誰嗎 沒有人知道 就一個平凡的路線 這樣喔 而且政治圈的嗎 沒有啦 以前電影公司的動輸 好 這樣喔 我們先休息這段 好 那麼這一次的旋轉 也有人講說這是世代的之爭 年輕人跟中輩期間看法差很多 這是熊海玲的臉書 熊海玲就是一個藝人 比較資深 他說年輕人加油 台灣未來重擔落在你們身上 學習獨立 記得不要再跟家裡拿錢 學著負擔資深的生活 搬出去住 自己買房面對問題 勇敢對自己的決定負責住好運 有問題記得別埋怨長輩 勇敢想前逝 我記得熊海玲很難 我猜這我判斷 他應該是投韓國瑜 你年輕人要去投小英 好啊 出於獨立 不要再回來把爸爸媽媽傳手 是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這些熊海玲 我記得他有主持過韓國瑜的一個造詞 記者會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傳達出一個韓本長輩的心情 當然我必須要強調 就其實跟我們一開始講 不是所有的長輩都是傾向挺韓國瑜 這一點一定要特別強調 他這個熊海玲傳達者是部分長輩的觀點 但那其實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就是如果是韓國瑜當選的話 如果是韓國瑜當選的話 他的很多政見許諾也都是 就是好像老人都可以照顧得到 65歲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他65歲以上也要國家養 所以如果韓國瑜當選 年輕人還是不用養父母 還是請父母自行努力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一時的情緒反應 當然呈現出來 他後續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網路時代就是 永遠都會被拿出來複習 你今天講人家一年後複習 三年後 甚至韓國瑜再出來選2024的話 人家一樣會拿出來複習 那對於這一次韓國瑜最大的一個困境 就是他的基本盤拿到了 中間選票拿不到 甚至是完全得罪這一塊選票 那你選後有這樣的情緒反應 他這一次當然已經投完沒辦法發揮 可是下次會不會又被人家拿出來 重新檢查一定會 依照網路時代一定會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類型的激動的發言 包括前面說 先生到婉遇那種激烈的發言 其實他都是在強化一個 就是好像你們輸不起 好像你們不願意又回歸愛與和平 大家注意到韓市長在投完票 大概八九點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恢復愛與和平的狀態 跟24小時之前他完全判落兩人 這個當然選票的震撼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更重要一點是 就是他知道就是 至少選後你要去修補這個痕跡 你如果不去趕快修補 他在審生修補嗎 這個當然不算修補 這個算發洩 這個就是他們還有一些情緒要宣洩 但是我們不知道那個水龍頭打開什麼時候 他們才要轉回去 我們是覺得說其實投完票 投票其實就是一種宣洩的 你要想這麼八百多萬要投出來 其實那種不滿的力量有多大 你要去敬畏這個力量 而不是說我不管你 這個國家要扔給你 我不管其實大家還是 大家選完投完票這幾天 戶子還是戶子 母女還是戶子 你出去還是要上班 一次投給誰贏了你就不用上班 你還是一樣窮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回歸這個正常的生活 那選後當然請去宣洩一兩天 但是這個公眾人物 或是一些比較相關的人士 其實發現還是應該稍微謹言盛行 以免反而傷害到 你原來一心支持的陣營 我覺得這點蠻重要的 那我們再看到一位朋友 叫肯老師的人生相談事 他說韓粉爸媽們現在開始流行 這個論調 什麼論調呢 你不聽我的話 去投韓國瑜 就不要用我的錢 甚至在韓粉父母無助會裡面 還看到有父母親要子女去 Thank you 陳柏惟加過年 陳柏惟有你收嗎 沒有啦 他們有這個心情和概念 是不是因為他們本來 當初可以去韓國瑜那裡吃過 夜夜飯 但是我現在要收 可能會牽不去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正常其實我認為不是四代之爭 不是我會選11萬的年輕人 跟10萬的老人 我覺得不能這樣說 其實這道是一個年輕 跟古早的競爭 古早的競爭 但是是什麼 是年輕的靈魂 那個自由民主就是年輕的靈魂 不是馬鐵的年輕 是靈魂 是年輕的 對球自由民主 對球對政治標臺 對球我們可以用選平的決定 我們自己的未來 這種年輕的靈魂 站在我們一邊 古早的靈魂是說 過去有關係就沒關係 我可能 韓國不是說家庭代工嗎 以前可能和議員好 我做一腳五腳 五腳就變一腳 所以他在肥黏那個 古早遺寬的時代 不然我政治就讓你管 還有一種是說 我以前做六檔可以買房子 我現在做十五檔才可以買房子 我當我國民黨 不知道怎麼變六檔買房子 因為他的所有黃金美好過去 民主化進程的失事者 民主化過程我總失誓 他的肥黏過期 包括剛才熊女士也一樣 所以這些人類就起來 變成是古早的靈魂 跟年輕的靈魂在對抗 一中是教高中的同學 年輕人接觸最多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文章 我告訴你 我們iPhone手機 你第一代也要換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即便你沒有換手機 裡面的韌體也要更新 你這個第幾代 我這個第十一代 十一代 最新的 沒有沒有沒有 即便你不是 要升級要升級 即便你沒有手機沒有換新的 你的韌體裡面那個也要更新 他也會定時要你更新 你如果久沒有更新 他那個手機就要換新 對 時代在變 蔣經國以前說過 時代在變 潮流在變 環境也在變 兩民國民黨的政經國在過世前 都已經講說 國民黨要隨著時代去走 老祖宗講的話 他的後輩顯然都不喜歡聽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 世代的這個差異 我們不要說世代戰爭對立 我覺得是世代的隔閡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講一個東西就好 同婚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這件事情 蔡英文在二零一八年 那個地方九和一選舉大輸 這屬性 但是經過這一戰以後 小英在去年的五月二十四號 通過了所謂的同婚專法 因為還沒通過法律之前 大家都有很多長輩會怕說 同性婚姻過了以後是不是 爸爸媽媽會不見了 孩子會消失了 結果從去年五二十到今年 青脈過半年了 你的孩子還在不在 大家都還在 我們的生活一樣正常 太陽一樣從東邊升起 所以就表示這個東西已經 就這一驗證的 它是一個 不是你們過去所擔心的恐慌 但是重點來了 國民黨這一次很多 他們那些地方 布條就打起來 再投蔡英文 你會絕子絕孫 這個布條透過網路傳到我們北部 很像年輕朋友 憤怒 他們覺得說蔡英文為了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 這是人權的價值 這個是價值的問題 但小英也受過傷 好 OK 但是你們還在操作這個議題 還甚至包括他們韓國獨 他們一些朋友 他們的加分解 我就說加分解 他在他的地方也說 這種保守價值的順 對這些年輕朋友看來說 好 你們還要這樣 你們要用這種保守價值的話 我們就一定要拖回去 所以有人說這個是什麼 統跟毒 我倒不覺得是絕對的統毒對立 我認為是說是價值的問題 所以你們不能用那種長輩式的 我們講個道理 我們現在做老師的人 以前做老師 大家 鄭大哥 你現在是不是要 起立 敬禮 老師 這人在敬禮對不對 走在路上 遇到老師 你如果沒有跟老師敬禮 記警告一致 以前的時代嘛 老師就很害怕 我們這個年代 想起立敬禮 現在沒有了嗎 不知道就沒有了 我十幾年前教授就沒有 自來等班 我記得我剛去學校教書的時候 還有什麼班長 起立敬禮 我說不用 我說不用 就是正常就好 如果你們 走在路上想要跟我打雜呼 他就說一聲老師 如果不要也沒關係 現在變成是老師 心理打招呼 所以我們這老師 我們知道學生的那個心態 他不是說學生 過去那種所謂的 起立敬禮 老師那個只是威權式的服從 他是表面上 老師 不代表他心理是服從你的 上課老師好站起來 再起立坐下 但是如果是那個什麼 那個畢業 那天就去撞破 對對對 真的 所以以前畢業那一天 學校都有很多警車在外面 我說一個國中畢業的時候 我跟妳講真的 我這一站 我們在教訓國 我們國中也有 到現在都有 畢業的時候警車會在外面尋 所以我說這種東西 你要發自內心 不是說那種 好像威權式的教導式的 說你要聽我 因為這種東西 學你的孩子 即便是表面服從 有些韓粉家長跟孩子說 你如果這次不回來投票 你就以後都不要回來 所以他的孩子有沒有回來 有 投票的時候投給薩一文 因為投票是不記名的 你怎麼知道你投給薩 對啊 反正說你有沒有投給韓國 有有有有 票開出來你就知道顯然沒有 可是我覺得說 記住親情遠比選票重要 親情遠比選舉重要 所以真的不需要去把這件事情 看得那麼對 而且我覺得長輩們也可以試待 彼此要溝通 就是說有一些進步的價值 長輩們 你們以前也沒有在用手機 你們以前哪知道什麼叫智慧型手機 你現在不是用得很開心嗎 所以待會兒我們來跟大家討好 因為很多人選前都說 他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要雞排輸幾塊 我們待會兒給他算一下 好嗎 來 先休息 正外交 來 先休息 我感觉 謝榮介叫小聲不錯 他真的要去跳大吉士嗎 他怎麼會去 可是他的雞排不是變成那個 捐款 也OK 不曉得有一個人賭了多少 那好像要十六億元的 他要賭兩千三百五十萬份雞排 沒有 他爸爸 那個網友的爸爸出來講 他說他上面寫的是蔡英文 不是蔡英文 有這樣賴葬什麼 他幫你賴葬掉 所以他說蔡英文 沒有出來選 所以他兒子不用捐雞排 他叫蔡英文 表示他很難 這個你賴葬我覺得情有可異 不然你破山 那你不要叫黃昭順去跳蓮池坦了吧 人家七十幾歲了 黃昭順叫他不要去跳蓮池坦 我也是覺得不要 他的對手劉士芳也出來講 他說就是不需要 就開玩笑了 我覺得這很好 但是我覺得這樣對於黃昭順很傷 黃昭順 不是 就是你講了 然後再講說我那是玩笑話 他跳下去更傷 其實他那個夾到手就很傷 最後那一區全部都是夾到手的布條 那我 我真的會去電子坦 我 我去跳一下 你幾歲耶 黃昭順幾歲 其實大家沒了解蓮池坦有一些水上活動 所以他可以譬如說在那裡玩的時候 稍微補下去 他又起來 我這樣 香蕉蠢的概念 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 你 這就是一個 那陣子後面不是在扭的滑板嗎 對啊 這個 這個又拚起來 有一個交代這樣就好了 沒有人這叫他一定要 網友是這樣算的 如果念錯了 請包凡指教我 他說請大家幫忙盤點一下 有誰賭雞排的 這邊最紅的就是雞排 最可能的就是雞排 他說這些賭雞排的該兌現了 趙紹康說 如果韓國瑜輸兩百萬票 他就要請雞排三萬份 有說過 有有有 有 電視上有講 他第一天好像只有一萬 第二天加碼三萬 那三萬份 一份算六十塊 三萬份就多少 八百八十萬 館長說蔡英文贏 他就請一萬份雞排 他有說過 一萬份 對館長來說小case 小case 不過他現在要去找這麼小的雞排 他也受不了 也受不了 我有看新聞 館長最近買兩隻身車都不錯 對啊 報認稅很高 我們都有聽到 然後潘恆旭賭陳柏惟當選 他就請一千份雞排 小case 他擲你 才六萬塊而已 他擲你 然後 謝榮介說 韓國瑜會贏九十萬票 賭兩千七百份雞排 但是謝榮介說 他這兩千七百份 他就用錢 把他捐給公益團體 對 所以到目前我看起來 我說 社榮介意識形態 也許我們不同 但這部文 他表現還算有自己 對不對 那再請教敏鳳 現在再來吳敦義的名文相反 吳敦義 吳敦義 我覺得他第一天的回答 大概還是很多存疑 因為他曾經講過的話 怎麼會是說 我辭就辭職了 怎麼會中場會通過 可是昨天的話 有兩個出來起議了 一個是將起承 一個是蔣萬安 對 所以吳敦義明天飛走不可了 他一定要走 那如果大家看人家手 我們會說冷冷 他現在是冷冷還是熱熱 很冷 我現在網路上發了一個話 一個人一塊關給吳敦義 怎麼說 幫他買機票 單程機票 要去柬埔寨 有什麼 五個褲子 五個褲子 不要回來了 你怎麼不會太勇士喔 對啊 你會贏人說 這個為了國民黨好 也為了台灣好 因為這是為了國民黨 你國民黨也沒有把這個人送去國安 這個人已經沒有好 沒有 現在為了國民黨好 因為我們也沒有希望 國民黨這次就幫到這樣 台灣需要一個國會制衡的聯絡 我現在希望國民黨 可以把這個送出去 常來他們的新的當主席 不是說年齡就好 你要有新的思維 進步的價值 譬如說同文你不要再亂 你還要亂同文這件事 我要告訴國民黨 你真的輸一四人 就是我覺得這樣子 讓台灣大家都往正確的方向走 譬如說九二公司可以拿掉 大家認同就是說本土這件事 不要說本土就好像只有本土黨 你國民黨 你在台灣深蹲七十年 你說你不是本土黨 什麼叫本土黨 但是你改那個名字 也是真的內心要改 你如果是內心不改也不好 那請教一下這個周老師 新的國民黨黨主席會是誰 新的國民黨黨主席 當然現在浮出台面 還是有中山的年輕人 他們打算扛朱立倫出來 再黨一陣的那種感覺 但是光是駐立倫可能還不足以這個 說服一般的民眾 只是說服他們自己黨內的這些年輕狀態 所以有點緩兵之計的改決 如果國民黨真的要徹頭徹尾的改變的話 其實還是看能不能三四十歲 讓人有亮眼很亮眼說 什麼人 那當然現在已經有人喊牌喊到蔣萬安 如果蔣萬安這是很艱辛的勝出 他有他的戰略意義 就是打敗民進黨重壓 唯一一區算是死守守住 如果是蔣萬安出來的領導 他可以鞏固某種形象 不過他的蔣家標籤也會是他需要去